长厨 做法 把盐 黑胡椒撒在飞银油盘上 煙子 锅中注水烧开 放入洗净的土豆 对着锅杆煮了过来 洗净的芦笋切去老茎 用盐 锅锅锅 放入冰箱 抽水口捞出 磨干水 捞 装盘再用 在富有锡纸的烤盘上抓一层橄榄油 放入剩用 大蒜 瓦上盐 给生命大蒜 刷上甘蓝油 把烤盘推入烤箱 剩下调制200度 烤食就能够 平底锅中 倒入橄榄油烧热 放入洗好的蘑菇 半炒一块 加入盐 黑胡椒 炒匀调碗 制作之后 盈选用优质蘑菇 烤的蘑菇 冰淡没有完全打开 不打开后 没有做内凉屑 将炒熟的蘑菇盛入盘中 备用 取出烤盘 将煎好的黑粒牛排 放入平底锅中 略煎 放入烤盘 烤温调制200度 时间调制10分钟 切开锅盘 捞出煮食的骨盖 逼干十分 放入盐中 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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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出烤盘 将烤好的黑粒牛排 盛出 摆盘 放凉土豆 剥去表皮 这容易剥 是吧 切成小块 再用刀 压成泥 把土豆泥装入碗中 加入盐 刀入牛排 拌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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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停 收拾 将土豆泥加入装油 煎入煎入煎入牛排的盘中 将蘑菇 卤笋 大蒜 剩余果 放入盘中摆好 盛出平底锅中残留的肉汁 淋在煎入牛排上 葡萄醋作为左肉蘸汁即可 看视频 学做菜 欢迎订阅